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嘴哥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无论是生活或者学习当中 我们都需要用到一些工具型的网站 尤其是不用注册,不用登录,并且免费的网站 是我们的最爱 今天,嘴哥就给大家带来了 10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型网站 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保证你不会后悔 下面废话不多说 展示,顺便点个订阅,支持我哦 第一个网站是我们的图像着色网站 它可以把黑白照片或者是我们的老照片 给自动增添上颜色 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奥戴利赫本的黑白照片 给整天上颜色 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出来效果 可能这样不明显 我给大家下载下来对比一下 好,我给大家进行一个对比 这是原来没有上色之前的照片 这是上色之后的照片 可以看到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我测试过 对人物的上色 它的效果是尤其的好 有时候我们把家里面的老照片送到一些图像修复的照相馆 它收你几百块钱 很有可能它也是使用的一些AI智能上色的一些网站 或者是软件 可能几秒钟就已经修复完成了 然后等一个星期让你再去取 可能你就觉得它花费了很大的功夫 来给你修复完成 你就觉得物有所值 大家可以把家里面的老照片拿出来试一试 第二个网站是我们的AI证件照 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网站 它只是一个微信小程序 大家使用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 因为这个小程序太好用了 这里我就不得不给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对于最近需要制作证件照的朋友来说 这简直是一个福利 毕竟有时候我们使用一些很专业的证件照网站是需要付费的 这是小米出品的 可以来说是大厂的一个降维打击吧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制作一寸的两寸的 小一寸的小两寸的 还有一些常规的规格 我们都是可以制作的 包括签证的证件照 各地有各个国家的证件照规格 包括我们半生的职业照 我们也是可以制作的 包括我们可以自定义 这里可以自己输入我们想要的一个照片的一个尺寸 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寸的证件照 这里我们可以自己相机拍照 或者是相册选择 这里我们自己选择 比如说我使用这个药水哥的头像来制作一个证件照 可以看到它自动把后面的背景给变成了白色 自动把头像抠下来了 然后背景我们这里可以点击一下 可以更换 我们经常使用的白底 红底蓝底都是有的 包括还有灰色的底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保存这个电子照 就已经OK了 以成功保存至相册 这里还有一个功能 它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再选择一个 我们这次不是直接选择的头像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全身像 把这个全身的像给导入进去之后 它会自动截取头像的这一部分 来生成一个寸照 同样我们可以点击保存电子照 就已经保存到我们手机上了 这里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窍门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制作好的寸照 到淘宝上面花几块钱 一般是9块9 就可以制作各种尺寸的寸照 一共好几十张 估计十年都用不完 第三个网站是我们的PPT超级市场 现在无论是工作学习生活 我们都需要用到PPT 但是有时候普遇没有一个很好的模板 这个网站就很好的解决了我们这个痛点 我们需要搜索哪一类PPT模板 我们直接在搜索框输入 比如说我们搜索医学 好现在出现了出来了大量医学相关的一些PPT模板 比如说我们再搜索一下年度工作总结 可以看到年度工作总结的PPT模板已经出现了 我们任意点击一个直接点击右下角的下载 然后等待这里下载完成就OK了 不需要登录也不需要注册也不需要付费 很方便的一个PPT模板下载网站 我们直接点击打开看一下 OK可以看到是可以打开的没有任何问题 并且是可以编辑的 大家赶紧收藏吧 第四个网站是我们的头像生成器 平时我们使用各种APP都会使用到头像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网站 制作一个切合自己形象的一个头像 这里可以使用透明的背景 这里头发也是可以调整的 包括你可以戴眼镜 没有头发 这里这些都可以调整 可以看到这些无论是短发长发 各种头发的细节都是可以调整的 这里可以选择配件 有戴眼镜的不戴眼镜的 都是可以调整的 这里头发颜色也是可以调整的 这里胡子的长度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这里衣服衬衫外套 这些也是可以调整的 这里眼睛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 这里眉毛也是可以进行各种调整的 这里嘴巴也是可以进行各种调整的 这里皮肤的颜色也是可以进行各种调整的 调整好之后我们直接点击下载 就行了 这里就下载成功了 大家赶紧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像吧 这个网站也是不需要登录 不需要注册的 第五个网站是我们的一个在线转换文档网站 它可以把各种工作文档进行一个相互转换 比如说把PDF转换成DOC DOC转换成PDF等等 支持的格式 这里有一个显示 也可以把电子书的文件转换成各种别的格式的文件 也可以把各种格式的图像文件进行一个相互转换 也可以把各种格式的视频文件进行相互转换 也可以把各种格式的音频文件进行一个相互转换 也可以把各种格式的亚缩文件进行一个相互转换 并且这个网站是不需要登录 不需要注册也不收费的一个良心网站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把PDF格式的文件转换成 Word文档可以打开的DOC格式的文件 这里我们点击开始转换 静静的等待它转换完成就OK了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文件转换 还需要到咸鱼等网站 至少要花一块钱人民币才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这里已经转换完成了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下载按钮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文件链接 OK就已经下载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打开 能不能编辑 这里我直接点击打开 这里启用编辑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编辑 OK这里是可以编辑的 我们可以任意打字 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我们工作中再遇到需要转换文件的时候 再也不用去付费 让别人帮你转换的 第六个网站是我们的动词 它是一个可以把视频的片段制作成 GIF动图的一个网站 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选择一个视频 可以看到下面我们可以最多可以达到9.7秒 我们可以把它拉缩短一点 选一个6秒吧 6秒钟6.3秒好 点击这里准备好了发射 这里图片画质 我们选择第一点 OK现在动图已经制作好了 我们直接点击保存下载 就OK了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下载完成了 我们点击打开看一下 OK是没有问题的 第七个网站是我们的制图 它可以把一些比较大的图片文件压缩到很小 比如说我们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网站 它限制了图片上传的大小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网站来进行一个图片的压缩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上传一个比较大的图片 现在可以看一下它有多少 多大 图片大小的话有567K 好现在我点击上传 然后这里图片品质的话 我选择我们选择低一点 可以看到现在原图是567.4KB 压缩之后是260.3KB 如果你嫌这个图片还是过大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再使用这个网站进行一次压缩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然后这里就已经下载完成了 可以看到这是下载好之后的图片 第八个网站是我们的可以消除图片背景的一个网站 有时候我们需要对人物或者一些事物进行抠图的时候 这个网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比如说这里我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抠图 可以看到已经抠图成功 而且抠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下载 就下载完成了 我们把原图和现在这个图片进行一个对比 这是原图 这是抠好之后的图片 可以看到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包括这里耳垂也是保留了的 毕竟我们不是人人都会使用PS 有时候我们需要临时抠个图 消除一下背景 这个网站就显得尤其重要 第九个网站是我们的Adobe公司的一个在线PS网站 当然这个网站的功能的话 肯定是没法和客户端的PS相媲美的 但是一些基本的功能还是有的 毕竟我们有时候只需要简单的使用一些功能 也没必要打开PS 因为PS的打开 很多配置不太好的电脑 也是需要花费一段时间的 我们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图片我们已经上传上来了 我们可以对图片的大小进行一个调整 这里尺寸这些我们可以自己调整 这里也可以对图像进行一个裁剪 这里对图像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润射 可以简单的对图像进行一些参数的调整 这里还有一些艺术效果 需要登录才能够使用 但是前面的这些彩景 这些我们也是会经常使用的 如果我们只是对图像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我们使用这个网页版的PS就足够了 第十个网站是我们的wiki号 这是一个互联网上的百科全书 当我们工作学习或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到这里来进行一个搜索 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下 忘记密码怎么打开电脑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搜索结果 我们任意点击一个看一下 这里教你一步一步的怎么在忘记密码的情况下 打开我们的电脑 或者我们再搜索一个 就搜索这一个 我们怎么 偷偷的放屁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搜索结果了 包括这一些很无厘头的一些问题 可能你都会在上面找到一些答案 遇到问题不可怕 不妨先到这个网站来试一试 看一下能不能收到结果 这期视频所设计的所有网站 我都会放到视频的简介里面 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保存 我是嘴哥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一定要点赞订阅评论 并打开小铃铛支持我 你的这些动作目前对我来说十分的重要 嘴哥在这里贵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